7月29日,万倩经纪人就万倩近日相关争议发表长文,表示陪你乘风破浪。 文中对于万倩在此前采访中回答红不红的问题做出了回应,否认了买营销、做数据、利人设等一系列传闻,同时也说明了一下万倩的近况,表示万倩说后恢复良好,已经在开始带着户具排练,一个演员的职业追求不应该被红与不红定义,每个行业都有不以红为目的的职业追求者。 对于部分网友对骨折受伤事件的质疑,也做出了澄清,还透露了万倩将继续参加乘风破浪的姐姐,并有舞蹈表演,粉丝看后纷纷留言,陪你乘风破浪,不管怎样,我会一直支持老万,请保护好万老板,辛苦了。 据悉,6月13日,万倩遭遇车祸,左边遭受车子撞击,右手部分骨折,令粉丝十分担心。 14日,万倩工作室发文回应万倩遭遇交通事故导致骨折一事,至所有关心万倩的朋友们。 昨日,万倩因右臂红骨骨折,已于当晚进行了手术,手术情况顺利。 目前,万倩正以积极乐观的状态配合后续治疗。 7月25日,万倩复工拍摄路透曝光,照片中万倩身着黑色脸衣裙,摄影棚内拍摄,受伤的用手全程用枕头垫着,看起来状态不错。